拿起彩繪噴槍立刻繪出逗趣圖樣 2017桃園市原住民族國際音樂節 現場除了精彩的表演外 當然少不了具有原住民族特色的文創市集 初次體驗民眾覺得很有趣 覺得很有趣所以跑來試看看 因為平常紋身可能不好退掉 剛好他一周了覺得還可以試試看 手紋噴會藝術家表示 排灣族手紋只限於擁有 特殊專長的女性才能紋上 現在幾乎失傳 因此沒有多少人認識手紋文化 希望藉由活動達到文化推廣 我們今天帶來的是那個 噴會紋身的部分 像我們排灣族的話 就是以傳統手紋的部分做代表這樣 而原住民族國際音樂節 除了歌手演唱之外 傳統樂器也是展示重點 有族人帶來像是傳統火黃琴 十一木琴等等 讓遊客聽見傳統樂器的音樂之美 這些樂器很容易斷層 如果沒有人再繼續做下去的話 就對我們自己的音樂以外 還要更深入到我們自己 傳統樂器的一些延伸跟製作 桃園市原民族表示 2017桃園市原住民族國際音樂節 不只是音樂上的交流 更透過原住民族的生活美學 藝術人文 讓國內外遊客感受台灣原住民族的魅力 記者納布與故桃園市採訪報導